给外界的印象他是一个政府的官员 那么很多时候就有权力跟金钱结合的一个嫌疑 您理解这种想法吗 应该说是两回事被人争错觉 那为什么要给人这样的错觉呢 我们查询工商资料了解到 梅兜房地产在1995年成立的时候 注册资金只有800万元 即使在今年三月份增资之后 注册资金也只有1800万 净资产2200万元 而成建合同显示 莲花河畔景院的总投资额是1.88个亿 按此计算 梅兜房地产的自由资金比例不到项目投资额的10% 而当时国家相关规定是 普通商品住房的项目投资额当中 开发商自由资金比例 不得低于35% 那么 梅兜房地产这样的一个资金状况 怎么能够来开发一个投资额 将近两亿的项目呢 通过2003年 上海有偿使用地块一栏表 我们可以发现 联合河畔景院的项目土地并没有公开出让 而是采用了邀请招标的形式 梅兜公司以4600万元的总价中标 折合下来每平方米的楼面价格大约只有604块钱 而同期附近另外一个以公开招标形式出让的地块楼面价是每平方米1929元 是梅兜公司拿地价格的三倍以上 邀请招标又叫做选择性招标 就是说由采购人来选定几家供应商或承包商来参加竞争 那么梅兜地产能通过邀请招标用这么低的价格拿到土地 会不会和他的多名股东在政府征地部门工作的背景有关呢 大家会有一个疑惑 拿地的时候 等于说 确定能还是征地所的所长 所以是否是这样的一个权利 那么导致他拿到这个地块的时候相对来讲比较便宜 应该是没有联系 土地的取代和土地的价格的认定 他也没这个权利 人的印象会觉得是说 那他也是一个有行政权利的机构 那么同时跟土地部门之间也可能非常熟 难免大家会有很多这样的猜测 这个您理解吗 这是一种误解 您怎么这么确定 你们有没有过内部的自查 整个的这个项目有没有不合规范之处 这个我们现在上级部门正在依法调查核实当中 所以还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对吗 可以这样理解吧 雷都公司通过邀请招标拿到地块的开发权之后 同样通过邀请招标选择了重新建筑公司来承建 你们一直在这儿办公吗 对啊 在电台中我们发现 重新建筑和征地所和去静德之间也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当时的出资方式哪个机构 放级公司就是讯号 讯号等于是我们上级 讯号公司等于是你们的实际出资人 出资不出资这个情况我不是很了解 反正我知道我们就是归这个讯号公司大概管辖反管网 如果你们的上级公司是讯号的话 而去静德本人又是讯号的负责人 都是这样 那么这么看起来的话 他实际上对你们这样一个时工单位也仍然在控制当中 对吧 你应该是怎么说吧 大概 当梅度地产 讯号职业 重新建筑 整理服务所 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浮出水面的时候 人们发出了疑问 邀请招标是否存在暗箱操作 邀标跟工程质量之间有关系吗 在选择队伍上应该是有点关系的 所以他们接下来就会查 所有的邀标是不是合理 这些真相都会发现 都会发现 就是可能和他的这个企业的关联度 造成了他邀标 肥水不外流的问题 那么好的时工队伍你就没有选得到 那么一个好的时工队伍 往往是对事故 避免事故发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按常规见楼 是先地下后地上 如果后建地下车库 必须在技术上进行周密的设计和严谨的操作 那么这个楼盘 为什么要选择建完楼之后 才来开挖地下车库呢 细装房子后建车库的多了 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你实际一定是这么做的 因为把房子细装起来嘛 造起来以后 这个房子就要卖出去以后 维路之间就在车库嘛 对的 人说要先把房子卖出去 让钱回来才能 这个为了要完成资金嘛 开发商已经没有那么多的资金了 知道吗 通过预售制度 并年的房屋建好之后 就可以对外发售 这个楼盘的均价每平米 一万四千多元 目前预销售的总额 七个多亿 这个从八百万注册资金起家 自有资金比例远远达不到国家规定标准的开发商 在这个项目当中最终的利润之高 让人吃惊 楼建好了 也卖出去了 地下车库才开挖 挖坑 堆土 危险 就此开始 现在为止 我们在上海看到的新闻发布会 全部是关于技术方面的一个原因调查 公众特别关心的一些深度的调查 你们是否还有根基 我们首先是要对事故的技术原因进行分析 根据这个原因的判断 我们来调查它整个行为的过程 通过行为过程的分析调查 取证 我们来确定 证人不谋和责任 那么司法再根据法律法规 来查它背后的一些生存值的原因 去说腐败问题 或者说官商勾集的问题 假如有这些因素的话 会向公众公开吗 它都应该是公开的 所涉及到这个部门 它都必须接受调查 包括像我们的 我们的司建教委 如果说我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我也应该被接受调查 这个是必须的 司委司政府的态度 是非常明确 和坚定的 都得翻 彻底查 绝不顾线 不管涉及到 什么问题 要一查到底 不管涉及到什么单位 要一追到底 不管涉及到什么人 要一追究到底 要给社会 和老百姓 一个明确的交代 你到底想看到这个楼 你会有那种后怕的感觉吗 就是我一直想 最清醒的是 还没出现 我一直想 如果 是已经交楼了 都能想象 这个结局是怎么样 对于供房者们来说 大楼是在还没有交付 使用的时候倒下 是不幸中的万幸 但是 对于被事故 夺去生命的那位工人来说 却只有不幸 事故发生的时候 他正在现场 安装铝合金门窗 大楼倒下 激起的泥土 瞬间将它吞没 这张纸 是我们能找到的 关于它的唯一资料 萧德昆 安徽省介守市 萧庄村人 出生于1987年 今年22岁 在建筑行业中 容不得一个细节的错误 因为每一顿建筑的质量 都关乎生命的安全 当开发商笑着说自己 无知无味的时候 我们却听了心惊肉跳 因为我们畏惧 我们畏惧花毕生的积蓄 买的一栋楼 会在一夜之间倒下 我们畏惧倒下之后才发现 开发商是如此无知 我们畏惧这样的无知 居然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 我们畏惧 有些人不经过充分的竞争 就可以拿到资源 我们畏惧无知 轻慢 危险 错误 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 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们关心这栋楼 不光是关心它离奇倒下的方式 我们关心真相的完全公开 责任的彻底追究 和对事件的深刻反思 就是这样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才能够对技术 科学和制度 心存敬畏 我们才能够期待 一个安然无忧的归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